花蓝偏少,同时又细软的发质如何剪短发 首先前后分区,后区选择三角轻堆积进行裁剪 所设定的长度3到4公分 所裁剪的角度要跟随头型逐渐向下去延伸 在这里很多设计师在裁剪的过程中容易增宽头型 那么下去我们要做到的是 利用裁剪的首位跟随头型走 保留转角的长度同时不增宽头型的宽度 上去跟下去做连接 同时降低我们裁剪的角度 这样是为了建立更好的堆积点 因为模特的发量偏少,同时又很细软 纯结构的裁剪是尤为重要 对于这样的素材已经没有发量进行打包和修饰 所以在裁剪的过程中 到上去的时候我们的划分线越是垂直裁剪 越是减少头型的宽度 同时在反手位一定要拉清楚我们的角度 人站在转角线以外 同时在发片以外进行裁剪 保留两边的对称度 如果你实在做不了对称 那可以去限定好外线 越是往上裁剪的时候 我们的角度有所提升 因为它的发量偏少头型偏别 到上去的时候 我是选择原位提拉的同时 保留水平的角度 首位向后扣一直位 这样堆积可以保留 同时因为是垂直提拉 可以减少我们头型的宽度 但是一定要切记切记 两侧一定是原位提拉 不可以向后偏微团团 否则会造成头型宽度 最表面的选择降低角度 剪剪即可 对于两侧的长度 我们夹到耳朵后面 去用削刀进行一个处理 这样是在偏少的发量之上 不利于去用剪刀剪得过硬的切口 我们以前顶进一个长度 到我们的嘴角 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前驱 不会过硬 同时也不会因为 前驱保留的长度过长 产生后短前长的一个视觉 在顶区修剪的时候 要注意一个细节 如果顾客是长期三级开 那我们提拉的方向 往分分线靠边起可 结合模特 它本身刘海的长度 所以我修剪的长度 并不会有过短 修剪边缘层次 结合它本来的长度 连接我们的边角 随头行循进行修剪 让我们侧面 走一个圆弧度 这样在前驱观看的时候 我们是圆润的 外轮过线为主 同时前顶和后驱 在顶部进行修剪 反首位在裁剪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 首位从高向低 进行一个过渡 这样也是连接底线 和我们修剪过的顶区 那么在裁剪的过程当中 也会出现 你可能后驱的层次过高 造成我们前后层次 会过大的悬殊 这个来自于 你如何控制 后驱的对积点 和前驱的刘海的落点 干发的过程当中 我们如何去打磨 原有的切口 同时把底线修剪精致 当然底线也可以选择 牙剪去进行一个点剪 这样会更柔和 会更安全 主要是还原 我们所有的切口去打磨 然后把转角 以及耳后的去 做些点剪柔和鼓励 那么你在沙龙当中 这样的发量 你是如何去进行裁剪的呢 希望今天的分享 对你有帮助